新一代的路虎卫视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 全新的造型非常的帅 虽然取消了非承载式车身 但运野性能依旧强悍 最近外媒曝光了一款 名为路虎卫视1的车型 说人话就是路虎卫视的面包车版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车型 据悉这台车有非常强悍的越野能力 大家对于能越野的面包车 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三菱的德利卡第五 但这款路虎卫视的面包车 性能可比德利卡要强得多 不过呢 万的外形跟新一代的路虎卫视差别还是挺大的 它更像是老款的路虎卫视 全身都是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造型 车头也是老卫视经典的设计 而且还增加了粗大的保险杠 拖车沟和脚盘也一样不少 车顶带有补光灯 行李架和备胎 不过这个车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前车门 司机可能要从中门进入驾驶室 该车尾部的造型 同样也能够看到老路虎卫视的味道 经典的测开门架备胎 目前关于这台车内部的信息 动力参数以及越野配置都不是很清楚 但相信以路虎造越野车的实力 这台车的性能应该不会差 未来如果这台车量产 它又会成为一台越野利器